卡瓦伊拉纳德和凯文·杜兰特 这两位谁更强呢 那综合来讲 无论是巅峰期的战斗力 还是说呢 整体杂魄的荣誉 那我认为凯文·杜兰特都是要更强 首先就进攻场面来讲 杜兰特啊 他比拉纳德更加无敌 我们清楚凯文·杜兰特 拿了世界得分 这玩意是硬捅过 你别说什么一种这个刷那个刷 你刷一个四子 给没给过欧文几回 刷出来了吗 给没给过扎克拉文几回 刷一个四子 你能刷出来吗 这说是啥 不凡能拿到得分王的 你的能力 这是第一标准硬件 没有这个谈其他百倍 给你机会 你也不总用 对不对 你凯文·杜兰特四个得分王 这什么 这是硬货 说明贯穿一整阵赛季 他的进攻持续性极浅 对方难以足够 而且整体的进攻效率来讲 那凯文·杜兰特也是非常高 很吓人的 甚至在某些赛季当中 跟斯蒂芬·库里这种以高效组成 放在历史 在高效领域 甚至滑得头筹级别的超级剧情 也能够有一定并驾齐取的效果 这就是凯文·杜兰特 跟库里的进攻效率 都能够有所垃圾 不知道他是一种什么样的高度 但是莱安纳德 相比于凯文·杜兰特 甭管说进攻馆从哪个角度衡量 还是凯文·杜兰特够有说服力 梁大德毕竟得费王都没有 你一个得费王都没有 你现在你拍什么说服力 对不对 最初防守端的 梁大德 他荣誉等身 两届最佳防守主任 但是还是那句话 顶尖剧情比这个 没啥太大意思 对不对 这都是小荣誉 难料荣誉 本华来是四个最佳防守员 不能如何 还有总估计 不也当上白费吗 即是明文·杜兰特里面算了两次 都被算下了 麦迪两个个人往轻松压概的 正是这含金量极为有限 这顶尖剧情有 拿不上坦率 那凯文·杜兰特还有一个常规赛 那一体里面 杂比 没法比 人听你要说综合攻守两端 那更各方面 前面的去进行对比的话 凯文·杜兰特是更强的一个球 明天没凯文·杜兰特赛